由美國華裔電影導演指導的美國歌舞劇情片 《紐約高地》在洛杉磯首映了 這是自中共病毒瘟疫大流行以來 好萊塢第一次大型的電影現場首映 這部電影改編自林曼妮爾米蘭達的 同名白老會音樂劇 還將作為崔北卡電影節的一部分 於6月11日在電影故事發生地 紐約市華盛頓高地上正式全球供應 HBO Max也將同時推出 導演朱浩偉2018年曾指導過首部全亞裔陣容的電影 《瘋狂亞洲富豪》 週五 包括女主角梅莉莎·芭蕾拉 和萊斯利·格雷斯在內的許多主要演員 出席了在好萊塢TCL中國劇院的首映室 現場 演員們都沒有戴口罩 媒體人員則戴了口罩和遵循社交疏離規定 這部影片香港翻譯為《房屋紐約》 臺灣譯為《紐約高地》 講述在位於紐約市華盛頓高地 一個拉丁美洲裔移民社區裡 年輕人的希望和夢想 由於中共病毒瘟疫的封鎖 電影完成後被擱置了許久 終於與觀眾見面 導演和演員們都異常興奮 這部影片在權威評論網站爛蕾蕾蕾獲得幾乎無懈可擊的好評 得分98%